台湾 宜南 冬奥 焚鸟林渔港 蛇山步道 焚鸟林渔港附近相关位置 前面山丘是冬奥湾的乌石鼻 焚鸟林渔港为乌石鼻湾傲中 早期时有野鸽子群在此森林中栖息 闽南语鸽子语音昏叫 故得地名 焚鸟林 本来名不见经传的焚鸟林 后来有游客发现这焚鸟林渔港 水天颜色美丽的湛南 是假期休闲的好地方 民生逐渐远波 游客也就越来越多 加上地方政府整体规划 使这港口形成观光区 商机无限 刻意见这座梯口 铺平道路 进入外滩景区 幽美的海湾弧度 因此 晨曦日出 海坡蓝天更是赚观 被大众公认为世界级的绝美海岸线 静坐仰望海天仇绪尽销 偷得福生半日闲 伙伴们 脸上透露无限的爽心快乐 正前方是乌斯比甲 湾中礁石 是玉地的比架 港内海水 如一棵被镶嵌的蓝宝石 渔港出海口 是朝向湾内 所以港内海水更是平静 粉鸟亭内的大众庙 创意的壁画 离开粉鸟鸣港 来到冬奥蛇山步道 蛇山步道 全长八百公尺 太崖族语 这里是聚宝盆的意思 原是冬奥部落 耕作丰收狩猎地区 因山形如蛇的头 步道如蛇身 完颜晚坡向上 得名蛇山步道 伙伴们陆续前行 一个 庐山正面目 射的 来看看啊 往这边看 你们圆形毕露啊 都是老大 全部戴着黑眼镜 还有呢 走 这是一座自来水厂 看来 看来 虽欢野漫草 缺乏管理 却感觉有原始蓝光风味 来到步道的尽头 来到步道的尽头 是一处高地 可望见疏花改快速道路 下方的冬月涌泉 如龙行谷中 谷中绿意昂然 双眼隧道 如龙眼仰望天际 真是微风八面 看见疏花改快速道 下方的冬月涌泉 许多游客在细水 地下有温泉 看到没有 四面环山 翠绿的让人醉 美丽的江山 在荒烟漫草中 有一座寥望台 在寥望台上 由于视线被茂密的林木遮住 只能看到部分原住民部落 及其他景色 看来像其荒野探险队 队长欢呼 在寥望台上 大家稍事休息 原路返回蛇山步道入口处 完成冬奥景点之行 谢谢观赏 不如还要穿一个比这个 这些 是